很多人好奇 石窟應該是開造在山上的洞窟 吳哥這樣的地面廟宇 為什麼也稱為窟呢 其實吳哥窟這種塔廟建築 本來就源於印度的佛教石窟 支堤窟 支堤就是塔的意思 和吳哥窟一樣 墨高窟的中心塔柱窟也源於支堤窟 虛弥山是吳哥建築的核心 而在墨高窟也能找到虛弥山的蹤影 墨高窟隨帶303窟的中心塔柱 就被做成了一個虛弥山的造型 吳哥窟裡唱主角的印度教主神 在墨高窟都能找到他們的蹤影 只是名號不同而已 墨高窟第285窟的西壁 我們現在比較明確地可以看到的 就是作為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 蘇珀神 在佛教裡頭被稱為摩西蘇洛天 才會在這個北側小康之間的壁面上 甚至有這個印度人最喜歡的那個叫 墨高窟以高度的文化自信 熱烈擁抱著這些不遠萬里來到中途的印度神奇 正如紀憲林先生所說 世界上歷史悠久 地域廣闊 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 只有四個 中國 印度 希臘 伊斯蘭 再沒有第五個 而這四個文化體系 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 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 再沒有第二個 2011年 中國人類學博士羅揚 在吳哥做過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 和這裡的很多村民成了親密無間的好朋友 他每天都在村寨和古城之間穿行 拼接著柬埔寨的宗教文化時和中間關係時 吳哥的古寺和現代的小城佛教寺廟 他們在空間上的這種並質 還有一個交融呢 其實是柬埔寨人他們對自己歷史 還有對於這種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如何共處 還有如何成為一體的一種無聲的詮釋吧 2007年 澳大利亞、法國與柬埔寨三國組成的考察團 在美國航空太空總署協助下 用雷達掃描高棉帝國古城就職 在佔地三千平方公里的地下 發現了約一千多個人工湖和七十四座寺廟 吳哥古城的浩大超乎人們的想像 與伊山鑿窟的墨高窟不同 然後整個吳哥窟廟宇建築 都由石塊砌鑄而成 石塊之間嚴絲合縫 卻看不到任何年和物 吳哥窟所在的大平原上 沒有一塊石頭 那數十萬石料 是怎麼運抵建築工地的呢 在沒有起重機和卡車的時代 運送這麼多石料 這要付出多麼驚人的代價呀 根據碑文記載 根據碑文記載 修建吴戈窟窟正用了三十万个工人和六千头大象 刚采回来的石料非常粗糙 这些石块是怎么打磨光滑的 石块与石块又是如何粘接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至今也无法破解的谜 1860年 亨利木奥发现吴戈窟后 曾问当地村民如此美丽的建筑 谁建造的 村民们的贵答是神和国王创造的 不能够抹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一边 我们在这里的建筑 他用在自己的建筑 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这个岩石就已经大体上找出一个样子 然后在表面再敷上泥 然后再加彩绘 做成高大的活像 当然这样的工程是很大的 估计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做成的 这样高大的要花几十年的时间 2014年春天 雕塑家杜永卫来到敦煌郊外的荒滩上 采发红柳枝干 这些歪七扭八的枝干 到了雕塑家手里 会派上什么用场 今天还可以吧 反正不太能行 拼得用 粗壮的树干 做了身躯 弯曲了树枝 做了胳膊 细弱的柳条 做了手指 再用鸡鸡草 捆绑包扎成人形 这就完成了木胎泥塑的第一道工序 接着是第二道工序 上泥 敦煌彩塑的制泥工艺更没讲究 为了塑造菩萨光洁圆润的皮肤质感 最后一层杏泥中 还要加入糯米汁和鸡蛋清 经过一番捏 塑 贴 压 削 刻 塑造出菩萨的完整形象 最后一个环节 是对塑像进行彩绘 五个月后 杜勇未复制的墨高窟四属五窟 邪式菩萨塑像终于完成 敦煌的泥巴 再次被注入了鲜活的生命